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年轻酒家的香厨石师傅 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客家菜 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道就是那个 姜义菌黄角鱼 我们拿来的食材都是冰土的 像这些黄角鱼都是我们河道里都有 鱼拱 它是专名吃那个梗 就是我们芋头的那个框 这个是姜义切成的小块 然后用铺碎机打成汁 第一个步骤先把那个姜葱蒜白爆香 爆香以后就放100克水 然后那个泡椒煮成入味以后 把那个锅水焯一下水放到盘底 用这个王角鱼切成片以后 我们要用那个盐 这样腌一下吗 对 腌一下 糖也一丢丢 要腌一下 先把它充分搅拌 每一块都有那个盐的味道 哦 先给它入味 对对对对 然后加入淀粉 淀粉 然后加入这个油 就是封住去锁死去的水分 准备放鱼的时候 我们下这个已经破碎好的汁水 煮盘以后 淋上去就是一道完美的菜 有一点麻烦